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姚明轩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总体来说今天上午的大盘表现还是不错的 早盘的时候虽然有几次惯性的下跌 但是最终东西有跌破,也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 因为什么?主力在这个位置 特别是在上方3400点上方的时候 时间周期相对来说比较短 它出货的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在这个位置正仓的概率要大一点 我们以前讲到它这种相继 它需要长大局在上方待个两天 那么容易回落 因为两天时间主力是可以抽要货的 那么到了下方同样主力也会待两天 然后吸筹 这样正当形成这种波浪形态 然后这次在3400点上方 没有多长时间 所以正仓的概率要更大一点 那么这种走势后面怎么看呢 相对来说今天是9月1号 本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表现还不错 那么我们后面主要看三个方面 第一是免施的这种成交量 从今天的成交量来看的话 比昨天是大幅缩量的 可能今天到最后成交额不到9000亿 到那个情况 那这种量能比较少的话 我们要结合当前的情况来看 目前的话指数 它依然在冲高震荡回落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这个时候缩量的话 其实是好的事情 如果说大幅波动的话 说明都会分析的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量能比较小 这样的波动 所以分析比较小 因为参与的人比较少 买卖的人比较少 所以这个是一件好的事情 第二个我们讲 在这个位置 技术面来看 技术面来看 在昨天出现了15分钟的调整之后 包括今天早 它其实也是15分钟调整的尾线 包括今天早上内部快速下跌 也属于情绪面的超跌 那么后面 在技术形态上说的话 它需要一个反弹 至于能不能形成反转 重拾涨势的话 并且上上突破的话 主要那就要看亮的了 也就是说到了压力位置 到了3400点上方 尤其是3430点上方的时候 那个位置是需要放亮的 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个 第二个我们要看热点 也就是说当前市场上有没有热点 从今天来看的话 市场当中是有热点的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汽车板 今天表现也不错 那么这其实呢 依然是围绕那循环当中的一个大消费 像汽车 包括家电等等 它都属于消费领域 另外一个上半点我们主要就是看基建 这个人发力 因为除了大消费 大基建其实也是内情环当中的一个重要组织的部分 它能带动很多行业 这个是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第三点 第三点的话 从今天这个资金市场来看的话 有两千三百亿的这种逆回购 这种进回购 所以说资金市场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相对来说的话 可能后面的话在这位置 也会存在一些分析 特别是多空之间的分析 很多人觉得市场上钱多了 那可能就会好一点 市场上钱少了 可能又弱一点 那这种进回购的话 其实是市场当中钱少了 我们主要就是看后面 明天或者后面哪一段时间 会不会有进回购 那么相对来说 市场当中可能要更好一点 从今天来看 进回购2300亿 但是指数表现还不错 说明什么 说明主力在这个位置 还是比较认可市场的 认可这个走势的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看 多空之间的博弈情况 尤其是指数在这个位置 它会快速选择方向 昨天回调之后 今天形成这种多空修占线 那么选择方向之后呢 我们主要就是看 快速指标 特别是五指期货 在这个位置 是快速调度向上还是向下 我们看昨天下午的时候 指数出现了跳水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 指数会不会选择快速发生 它主力很多时候 它会选择对标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可能猛烈打烟 明天猛烈的话 像这样的话 成为快速正常 散户投资者相对来说 投资难度增加 但是散户的投资难度增加 双对应的主力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这样做的意愿 也就更强一点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 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把握 三十分钟级别的KTG 看能不能接线快速掉头向上 掉头向上就可以把握机会 如果说突破五十的话 那就是反转 那么到五十区间的时候 上不去的话 那就只是反弹 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大盘 大家有其他观点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交流